今天的依次国股推介是 邮邦保险1299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早 简选原因就是港股短期震荡 但中期来说 大刊普遍看好 明年港股的投资机会 大刊看好的股份入面 邮邦可以作中线部署 香港及内地快将通关 理好邮邦香港的业务 并且有望带动公司未来两年增长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邮邦今年的盈利会重拾升势 盈利预料大约65亿美元 五岸年升一乘三 2022与2023年的盈利预料 大约72亿和83亿美元 分别升一乘一和一乘半 策略上有帮股价 若果能够企稳79元以上 就可以在水平均纳 中线上网92元 跌穿73元就减迟 否则可以留意73元附近的收集机会 长线来说 股价要明显突破和守住90元区 才可以确认扭转跌势 最主要是 以后可以放在这里 不停的 平均线 不停的 微益 努力 不停的 都不停的 放在这里 iqu点 不停的 感谢观看